从1998年的第一次随家人到北京旅游 到2008年参加厦门大学闽南文化研习夏令营 再到结识良缘而扎根沈阳 34岁的罗顶军将此前人生中近半数的时间 都放在了两岸青年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这件事业上 近日 罗顶军在沈阳向记者讲述了 他是如何嫁接起一条两岸青年之间的沟通之巧 罗顶军算是最早一批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 1998年他便来到北京看过天安门和长城 体验了北方的冬天 2008年时隔10年 罗顶军再次来到北京 除了见到鸟巢水利坊等几年外 大陆的变化让他感到十分震惊 同年 罗顶军又在福建参加了夏令营 在这里他与更多的大陆同龄人有了深入交流 而随后在台湾罗顶军接待了一批来自大陆的交换生 让他决心成为沟通之巧 最重要的是因为有大陆的同学 大陆的学生 同年纪的好朋友们来到台湾交换 然后认识了他们 然后带他们在台湾晚 所以我就觉得不如我来好好地认识大陆 因为毕竟也是同文同种都是中国人 然后也开启了我对大陆的兴趣这样子 对于罗顶军来说 投身与大陆青年互相了解这个事业 最大的收获可谓是自己获得了良缘 罗顶军与妻子相识 是在他妻子前往台湾学习期间 作为积极与大陆青年沟通的台湾青年 罗顶军主动展示了自己的热情与开朗 两人最终洗劫良缘 他也成为了一名沈阳姑爷 提及婚后生活 罗顶军表示自己与妻子恩爱有加 但是由于从小生活的环境不同 罗顶军在家中也闹出了一些 啼笑皆非的趣事 用语上的一些不一样吧 然后可能会比较不习惯 北方东北这边只要说要台杠 就要打起来一直杠杠了台杠 那我说你要跟我台杠吗 就要打将啊 那我说啊台杠 台杠不是闽南语的聊天吗 你要跟我聊天吗 都说你要台杠吗 好啊我们来聊天一下 然后他们就啊就笑了一下 我说你怎么也会讲闽南语聊天呢 在罗顶军看来 以自己家中为例 只要双方能够坦诚交流互相理解 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文化差异成长经历 所造成的隔阂都会烟消云散 而他也将自己的体验和感悟 更多的融合到事业当中 他经常在两岸奔波 开讲座参加论坛组织活动 将最新的政策互相传递 在他开创的微信公众号两岸青年上 他不仅发布信息分享资源 更多的是通过后台 化身两岸青年交流的桥梁 但是岛面还是有非常多的台湾同胞 特别是台湾青年 也是想来大陆就业创业生活 求学之外 所以我还是就我能力所及 我觉得能帮助一个好朋友 或帮助一个台湾青年 台湾同胞来到大陆 就业创业生活 至少你来看看也好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作为一种两岸族吧 因为我是长期往返的两岸族 然后我觉得这一种责乱与义务 谈及近两年的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 一定是躲避不了的话题 作为以两岸沟通之桥 为己任的罗顶军 以其他几名台湾青年 共同组织了多次活动 邀请大陆青年台湾青年 共同为两岸祈福 为台湾呼吁新冠肺炎疫苗 更是将自己所知的 大陆防疫方式方法 传递回台湾 供人学习了解 跟在大陆的一群好朋友 包含像郑柏渝啊 然后洛克斯等等 优秀的台湾青年 然后我们在大陆这边发起的 就是我在大陆 让我们两岸同胞 牺手共同抗疫的短视频 然后同时也跟像 在台湾的吴靖军啊等等 台湾的在岛内的乡亲 好朋友们共同发起的 说我在台湾 我们是台湾同胞 我们在台湾 但我们希望能接受 接种这个大陆捐赠 任何的这种新冠疫苗 就是彼此互相呼应吧 虽然是我觉得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共同串联 做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 给两岸的人员流动 造成了很多麻烦 罗鼎金已经许久 没有回到台湾 但是他并没有懈怠 他也在不断学习 新的沟通方法和表现方式 希望通过更多的模式 加接起更多的沟通之桥 资格 Rank pz 第8月 靠近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